国阵修改党章的事情呢 我们所有的成年党当天开会的时候 都采取一个非常积极和开明的看法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活着能够继续反映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 同时能够兼容并纳 那么它的方式是如何呢 我们要经过这个小组 特别小组 由Hichamudin领导的小组 同时隔成年党也会派代表出席 我们详细的考虑各方面之后才能够定夺 那么这方面呢 我希望大家都会以一个比较积极开明的态度来去看待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秉承这个国阵的精神 和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 好吗 好吗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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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